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天我们将带您了解三个不同的热门话题 首先,韩国的公园高尔夫运动正在迅速崛起 这项源自日本的运动因其简单易学而受到广泛欢迎 吸引了各年龄层的参与者 从老年人到年轻家庭 参与人数已超过15万,设施遍布全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堪培拉的房地产市场 随着生活成本上升,堪培拉的房价正在逐渐下滑 成为买家市场 不过,尽管市场上卖家数量增多 但仍有一些买家在这个时期成功购房 显示出市场的活力 最后,我们将聚焦克里斯蒂娜、霍尔的新秀 翻转大赛 在前夫乔什、霍尔退出后 克里斯蒂娜与前夫安特、安斯特德携手合作 这引发了不少话题 两人似乎在拍摄现场相处融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Nike Asia报道 南韩的公园高尔夫热潮正在迅速蔓延 尽管这一运动源于日本 但南韩人已经将其发展为一种独特的休闲活动 公园高尔夫的简单性和可及性 使其在南韩迅速流行 遍布全国的高尔夫球场和专门的运动服装 迎合了日益增长的爱好者群体 只需一根球杆、一支塑料球和一个球座 公园高尔夫就能吸引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参与 位于华川县的公园高尔夫球场 已成为当地的重要旅游资源 每年举办的四场比赛吸引了众多参与者 展现了这一运动的广泛魅力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指出 堪培拉的房价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上涨后 正逐渐转向买方市场 但只有那些能够攒够首付的买家 才能享受到这种市场变化 最新的CoreLogic报告显示 堪培拉的房价在过去的一个季度内 下降了0.9% 尽管整体房价在过去一年中仍小幅上涨 但由于生活成本压力和储蓄率下降 许多家庭在攒首付方面面临困难 尽管如此 部分买家仍表现出更强的购房信心 尤其是在市场竞争减弱的情况下 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达成交易 福克斯新闻报道 克里斯蒂娜·霍尔正在拍摄 他的新HGTV系列节目翻转大赛 与前夫安特·安斯特德共同出演 安斯特德的加入是在克里斯蒂娜的第二任丈夫 乔什·霍尔退出后进行的 尽管两人曾经历过一段艰难的婚姻和离婚 但在共同育儿的背景下 他们的关系逐渐变得友好 节目拍摄期间 两人被拍到在现场互动良好 展现出良好的默契 克里斯蒂娜与安斯特德的合作引发了观众的期待 而他与前夫塔雷克·埃尔·穆萨及其妻子海瑟的关系 也相对融洽 展现了现代家庭的多元和谐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ろう 欧坏 有 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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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